你是騎乘車還是開車 自己開車 請問你今年幾歲 八十四還自己開車 台南學甲八十四歲阿伯還能自己開車四處趴趴走 聽起來很勇見卻也凸顯台南大眾運輸的不便 老人家想要外出就醫沒有子女幫助 只能自己想辦法 就是看到偏鄉交通問題 國民黨台南市長候選人高思博 攜手前交通部長陳建宇簽署 簽署大台南交通改善計畫宣言 不但要讓幽靈公車走入歷史 高思博更提出新型態手機LINE平台叫車服務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服務 那我們偏鄉老人家 他們就可以有隨傳隨到的一個交通服務 那當然這個也是補我們現在大台南公車的不足 親自教導雪甲志工媽媽使用手機轎車 體驗計程車移動的便利性 高思博也提出未來將針對運量不足的山區海邊 彈性調整車輛班次 並透過大數據分析彈性排班 不打選舉口水戰緊扣交通政策 希望讓台南成為真正的人道都市 記者台南綜合報導